联盟大士求上风云跟着尤尼哥看看NB到底发生了哪些趋势 比赛开始勇士经典的手递手配合率先发威 汤姆森妙传鲁尼篮下吃饼 沙利奇也化身大厨 人缝中给鲁尼送上同款大饼 不过如今勇士的防守完全是一盘散沙 外线灰熊的射手无人看管 于是纷纷精进自己的三分技能包 连中三季三分 主场气势如虹 不过很快库里的无球传接开始发威 最终优沙利奇在外线得到一个完全的大空位 又在反击中全速奔袭 库里士的高难度上篮击精四座 而很快万众期待的格林解禁复出 湖顶无人看管不再犹豫 决定三分居然命中 而格林的登场也让球员们进入了最熟悉的节奏 维京斯空位三分接球得手 波杰姆斯基也直杀篮下完成抛投 幸好小将杰克逊二世手感火热 接球三分助队直选 不过灰熊毕竟缺兵少将 库明家中路切入补扣得手 汤姆斯也在外线抓住机会 命中三分 只是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杰克逊二世一座已有连续两击三分 将自己留在了场上 然而找回格林的库里 似乎也重回比赛状态 灵巧单打变相过人 让人看到了曾经那个球场精灵 不过灰熊就是以坚韧 比分落后依然为球迷奉上努力 奈何无人能够防住库里 花式取分彰显得分王实力 大师兄回来了 你说什么 我感觉到全部都回来了 一边在站 杰克逊率先化身高炮台得分 随即 维京寺突入禁区 上演单手暴力劈扣 然而肯纳德很快换眼颜色 外线三分反超对手 文斯威廉姆斯也架起炮台 追身三分 稳稳得手 关键时刻仍旧是水花兄弟站了出来 利用自身节奏篮下取分 一众射手也紧随其后 外线三分连续命中 帮助球队稳住比分 由顾明家空中起飞 双手暴扣 结束 这次进攻波 不料灰熊祭取自己疯狂的外线火力 在三节末尾再次完成了对比分的赶超 末节决战 库里幸运命中掉入篮筐的进球 顾明家也终于成长 点起对手打成2加1 然而灰熊外线依然火力不减 杰克逊二时彻底打封 空位三分再次命中 陈纳德也续上火力 灰熊主场彻底陷入疯狂 关键时刻 库里完成抢断 助飞跟进的维京斯双手爆扣 维京斯又杀入内线 可惜被小甲轮完成封盖 而独自带队的小甲轮也不负众望 挑战禁区左手抛头得手 眼看球队艰难 顾明家也不再谦让 连续反击直杀对手禁区 爆扣取分 只是两分终究不够解渴 残阵灰熊 艰难逆转勇士 好了 今天的有你哥说球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